英國王室不使用姓氏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姓氏 他們可是有頭銜的 畢竟世上只有一個伊麗莎白女王二世 只有一個威廉王子 也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夏洛特公主 但是當你在填寫某個簡單的婚姻登記表 或申請國外簽證時 總有個必填欄位 叫做姓氏 如果沒有姓氏 那麼對於王室而言 生活可能會變得有點複雜 特別是在英國以外的地方 所以事實上 王室成員在這種情況下 確實是有姓氏的 1917年 當時的國王喬治武士 以溫莎城堡的名字 作為王朝的名稱和王室的姓氏 所以他所有的後代 包括現在的女王 也都有個姓氏 即溫莎 女王和他的丈夫菲利普親王 希望他們的後代有個特定的姓氏 於是便將他們兩人的姓氏 給結合起來 查爾斯王子 安妮公主 安德魯王子 和愛德華王子 便是這樣成了蒙巴頓 溫莎家族的一員 但這裡有個小陷阱 他其實是那些沒有正式頭銜的 皇室成員的姓氏 例如 查爾斯王子是威爾斯親王 因此 他的兒子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便以他的頭銜作為姓氏 即威廉威爾斯和亨利威爾斯 是的 哈利只是個小綽號 就接受吧 威廉王子結婚時 女王授予這對夫婦一個頭銜 喬劍公爵和公爵夫人 他們的兒子和女兒 喬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陸易王子 簡稱為喬治劍橋 夏洛特劍橋 和陸易劍橋 哈利王子的家庭並沒有王室頭銜 所以他的兒子和女兒分別是 阿祈蒙巴頓溫莎和利利巴特 蒙巴頓溫莎 此外 王室成員的名字 還冗長得頗為荒謬 女王的全名是 伊麗莎白 亞歷山卓 瑪莉 威廉王子的名字 是威廉 亞瑟 菲利普 路易 多重名字 其實是英國悠久的傳統 在取個人名字的同時 附加的名字 是用以紀念先前的家族成員 這在許多英國人身上都很常見 但這一傳統對王室來說尤其重要 王子和公主的名字 可是得謹慎選擇的 威廉王子的女兒 夏洛特公主的全名 是夏洛特伊麗莎白戴安娜 夏洛特是查爾斯的女性版本 查爾斯是威廉王子父親的名字 伊麗莎白是向女王本人致敬 而戴安娜則是向威廉王子的母親戴安娜王妃致敬 更重要的是女王甚至沒有護照 英國護照是以女王之名簽發的 所以她自己並不需要護照 若要出國旅行 她只需要通過身份檢查 提供全名和其他個人資訊即可 其他王室成員則都有護照 18歲時她接受了駕駛培訓 從那時起她便有了開車的權利 而無需再次確認 而且她開的車甚至沒有車牌也沒關係 當女王不戴王冠時 她總是會戴著一頂帽子 就像其他王室女士一樣 有時帽子可能長得很華貴 但他們仍然是帽子 這就是皇家禮儀 其源自於1950年代的一項禮儀規則 當時認為皇室和上流社會的女士 在公共場和露頭髮是不合適的 而英國王室一如既往地堅持著悠久的傳統 所以女性王室成員 在所有正式的王室活動中都必須戴帽子 至於較小型的活動 王室女士則可以稍稍放下帽子 讓頭髮垂下來 女王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無論何時只要她現身於公共場合 她都會穿上各種顏色的套裝 白的、紅的、藍的、綠的、黃的、紫的 你能想到的各種顏色都有 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 你知道這是女王的特別風格 這便已經很不錯了 但主要是因為這些顏色 能讓她在人群中脫穎而出 這樣人們便能說 我看到女王了 女王也會隨身攜帶手提包 如果你仔細想想 其實並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她隨時都有好幾個守衛陪伴著她 她們可以為她拿好任何她想要的東西 但這個手提包其實有個目的的哦 是用來向她的隨從傳遞資訊的 通常 女王會用左手拿包 但如果她把手提包換到右手 便是在向隨從發出訊號 表示她想結束目前的談話 然後守衛便會介入讓她能夠離去 比如 假如有人想要見她 如果在用餐時 女王把手提包放在桌子上 這代表著她想在5分鐘內結束用餐 關於女王 為什麼總是戴著手套則有兩個原因 其一 是這非常實用 畢竟女王每天都得與許多人握手 戴手套可以減少接觸細菌的機會 從而降低生病的可能性 其次 這已經是她獨特的風格了 但有某些場合 女王則需要脫下手套 比如在她吃飯的時候 手套是不能被放在餐桌上的 用餐時脫手套 甚至還有一個正確的流程方法 一根手指接著一根手指的向上拉出手套 然後再把它整個脫除 放在你的大腿上 餐巾下方處 女王每年會慶祝兩次生日 雖然她真正的生日是4月21日 但她也會在每年6月的第二天 第二個星期六慶祝她的官方生日 從18世紀中葉開始 並有個傳統 即在英國君主生日當天 會舉辦大型遊行 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08年 當時的國王愛德華七世 伊麗莎白女王的曾祖父 她真正的生日是在11月 但在英國 11月的生日並不太適合慶祝 而大多數時候 在愛德華七世生日當天的天氣都很糟糕 儘管如此 她還是想辦一場盛大的慶祝活動 於是她決定把遊行的時間改到6月 那時天氣通常都不錯 從那時起 英國君主便有一個真正的生日 以及一個伴有大型遊行的官方生日 那麼 王室到底都在做些什麼呢 女王不再統治國家 但她還是國家元首 她是這個國家的官方形象 也是會見其他世界領導人的主要人物 儘管對國家進程做出決定的不是她 但她才是那個批准決定和簽署文件的人 女王也會從事公共和慈善服務 在這一部分 其他皇室成員則需要提供協助 承擔部分責任 只要是女王適宜出席的活動 皇室成員便會代表她旅行一些官方職責 他們會在英國和世界各地旅行 拜訪醫院慈善機構和其他組織 以確保得到他們的支持 這就是為什麼王室夫婦很少在公共場合牽手的部分原因 伊麗莎白女王通常會走在她丈夫前面一點 威廉王子和妻子也很少牽手 事實上官方並沒有禁止在公共場合舉止親密 這更該說是一種選擇 無論何時 王室成員出現在公共場合 他們都在工作 他們代表了女王 所以得將個人情感放在一邊 稍待疏遠以表現專業 越是重要的活動 參與者越有可能與其伴侶保持距離 如果你想知道王室的錢是從哪裡來的 以下有幾個來源 首先 女王有薪水 英國政府會支付她一筆君主撥款 用以協助王室進行所有職責 她來自於王室所有的地產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地產利潤歸 歸女王所有 王室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產 他們的錢便是從那裡來的 最後也有一些資金來自於私人投資 你知道哪個皇室成員身價最高嗎 不 不是女王 不是她 也不是她 說個年輕點的人嘛 不 也不是她 身價最高的王室成員 其實是夏洛特公主 估計她的近身價為五十億美元 她的哥哥喬治王子 也就是之後應當會登基為國王的人 身價三十億美元 這不是他們實際能掙到的錢 因為他們還沒有開始工作 這只是在考量到所有可能方面後 對他們能為英國經濟 帶來多少影響的估計值 畢竟 許多人來到英國 就是想看到陽台上的小王子和小公主 夏洛特公主 之所以比她的準國王哥哥更有身價 這是因為她的時尚影響力 被稱為夏洛特效應 不管她穿上什麼 所有英國小女孩都會照穿 這些衣服幾天內就會全部受慶 根據預測 她對經濟的影響力 可是能遠遠超過她的兄弟們呢 請留下